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楠 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世界上第一台挖掘机建造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 在经历了蒸汽驱动 电力驱动和内燃机驱动等多种方式后 在上世纪50年代研制出了今天人们常见的履带式液压挖掘机 此后挖掘机发展迅速 那么大家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一台挖掘机是哪台吗 这就是我国泰众集团自行开发研制的WK75型矿用正产式挖掘机 好自两亿 从履带到顶部高20多米 总长37.5米 宽17.3米 总重近2000吨 工人站在他面前只能到履带高度的一半 目前全球能自主研制55立方以上巨型电产的企业 只有泰原重工 美国PH公司和比赛洛斯等三家矿用电产 是电力驱动的挖掘机械 这个大家伙一抖就可以挖掘重达135吨的物料 每天挖掘的土方堆满一个足球场 足以超过三层楼的高度 一年就可以填平一个杭州西湖 该挖掘机与同规格的自宜式破碎站配套采煤 每小时采矿能力可达12000吨 一个月可开采500万吨煤 相当于一个大型煤矿一年的产量 这些巨无霸由上万个零件组成 下车体为巨型履带式底盘 其灵活性能毫不逊色 能够在条件恶劣的露天矿山 自如地实现挖掘 回转 行走 原地转弯 爬坡等功能 若将它全部拆卸 需要四只节火车皮才能一次运走 经过60年发展 泰众集团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 矿用电产研制基地 累计生产了1100多台矿用电产 下一步太众集团将瞄准3000万吨级 露天矿开采的需要 研制更大型的巨型电产 在未来中国制造 一定会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送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谢观看 出名 出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